在今天立法院的财委会当中 就对101的董作 陈敏勋似乎显得非常的不满 因为身为台营董事代表 陈敏勋在今天是无故 并没有到现场来备巡 所以传出了立委就要求 要来撤换他 但是财政部说 一个月之内就会评估 陈敏勋到底是不是认 但是陈敏勋这场101董作保卫大战 那么因为关股的股份 超过了50%以上 一旦财政部决定撤换的话 陈敏勋几乎是毫无胜散 最美丽的101董事长陈敏勋 现在面临最严峻的董作保卫大战 陈敏勋小姐 从这个台营派他当董事到现在 从来不到立法院 你上任以后他有没有拜访过你 在电视上看过 他经营绩效也不张 亏损连连 101亏损连连 那请问这样的董事试任吗 面对强大的压力 财政部只好承诺 一个月内会评估陈敏勋的人事案 喂您好一个月好了 你都不敢一个月啊 我刚刚跟董事长商量一个月内 我看很多的公股代表紧万坛 你处理男生的时候 很多的公股代表一换就换掉了 然后陈敏勋就一个月 撤不撤换陈敏勋还要一个月 财政部的态度看来似乎有点果足不前 事实上陈敏勋除了经营101大楼 亏损累积超过120亿元以外 立委最质疑的还是陈敏勋与贬家的关系 但是财政部此时想要撤换陈敏勋 时机太过敏感 不过看看101股权结构 前三大股东开发工赢 RTC和中华电信 再加上证交所 持股就超过50.7% 而陈敏勋有可能拉拢的民股 包括了国泰人寿 加上华兴丽华 还有中信银 持股只有14% 加上民股未必支持陈敏勋 他简直毫无胜算 虽然他的任期要等到民国98年底 但是财政部只要召开临时董事会 陈敏勋的动作随时会被撤换 看来他何时要离开 就看财政部的决定 中日新闻张迅宇裴志 台报导